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城 再看重整汉公仪 东山又有火光照 意思是说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准备重整华夏河山 但利用国民军前线抗日 而自己躲在背后悄悄发展壮大的中共 此时跳出来争夺胜利的果实发动了国共内战 并最终霸占了大陆 东山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势力 日月时五星期 国民党的旗子是青天白日旗 日月时是指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中失败了 丢掉了大陆 败走台湾 中共国旗是五星期 五星期指中共霸占了大陆 二七交加挂彩衣 野人举足破金湖 二七交加 二与七交加在一起就是毛字 挂彩衣为责 这里指代毛泽东 野人就是蛮夷 没有文明没有教化的人 这里就是指中共 中共是反中华民族 反传统 反祖宗的希莱马列幽灵 它是寄生于中华民族体内的寄生虫 邪灵 是一群没有教化的流氓 土匪 所以这里的野人指中共 大家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就知道 这个中共把中国搞成了一个土匪窝 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黑帮 邪教组织 绑架了十几亿中国人 现在中国社会 那些当官的 还有那些中共的恶警 城管等等 哪个不是流氓 土匪 套上制服 到处欺压百姓 坏人在中共的保护下四处横行 为所欲为 到处绑架儿童 妇女 拔掉牙齿锁上铁链 沦为性奴 从此一辈子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中国每年都失踪一百多万 甚至几百万人口 几乎一个都找不回 都成了铁链女 甚至被活摘器官 而仅凭中共全球第一的监控系统 整个中国几乎都被它全方位的 无死角的24小时监控 它要想监控 抓捕某个异议反共人士 无论躲在哪个角落 它几分钟便能精确地定位 追踪 而每年一百多万 几百万的失踪人口 却几乎一个都找不回 因为中共才是那个幕后的真正黑手 它才是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为什么铁链女的事件已经引起了全球几十亿的关注 但中共却能在全世界几十亿的眼皮子底下 一次次造谣 层层掩护 阻挡真相的调查呢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那个邪恶的农民只是被它利用和抛弃地替罪羊 在中共的保护下 恶人胡作非为 而好人 有信仰的人 义人士 维权人士等等 都被抓起来 关在监狱里 甚至被酷刑 被活摘器官 这就是当今中共统治下的地狱般的中国 下面我们继续解读预言 野人举足破金虎 1950是耕银年 耕五行属金 银为虎 所以称为金虎 破金虎呢 就是指破锦1950年 也就是1949年 这就是指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共土匪流氓霸占了大陆 成立了中共国 从此祸害中国百姓 遍地红花 遍地鸡 富贵贫贱 无高低 中共崇尚红色 遍地红花 指中共霸占了大陆 遍地鸡 指中共霸占大陆之后呢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 残酷地迫害大陆同胞 使中国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致遍地饥荒 饿死无数人 我们知道 中共霸占了大陆以后 从1959年到1961年间 发生了三年大饥荒 整个中国大地遍地饿死人 到处都发生人吃人的现象 而且不许百姓逃荒 有很多地方 整个村子的人都死绝了 惨绝人寰 富贵贫贱贱无高低 指中共打土豪 斗地主 杀资本家 搞大锅饭 人民公社 搞绝对平均主义等等 通过发动一次次惨无人道的政治运动 剥夺了全国百姓的财产 使全国百姓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人人都一样 被共产身无分文 而全国百姓所有的财产 都被供到共产党的手里去了 二七纵横 一牛双尾 无负人行 日行横轨 二七是毛字 二七纵横指毛泽东 横行霸道 祸害中国 一牛双尾是猪字 指猪德 二人合称为猪毛 指代中共政权 无负人行是说中共是魔鬼 不是人 没有人性 日行横轨 指中共政权把控大陆 每天祸害百姓 没有改变 所以也不要指望它会改变 不要指望它不害人 不要指望它改良 变好 只能灭掉它 才能除掉这个祸害 海上金鳖 悬浮绿绿 海上金鳖指台湾 即败走台湾的国民政府 悬浮绿绿意为 这个礼乐治国歌舞升平 指国家治理得很好 指台湾经过蒋家父子 也就是蒋介石 蒋经国的治理之后 变得繁荣昌盛 铁鸟凌空 东南禁毁 铁鸟凌空指的就是战争 可能是规模不小的战争 东南禁毁 台湾在大陆的东南部 结合上文 这里可能是指 中共会发动对台湾的大规模战争 从而使靠近台湾的中国大陆 东南部地区或者台湾地区 被战争摧毁 遍地废墟 这不是没可能 大家知道 几天前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匿名分析师释放出一份报告 爆料称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曾考虑 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 也就是说 中共原准备在今年秋天全面攻台 另外 美国预言大师朱蒂海文利也预言了 中共今年将弃略台湾 但是也不用担心 这可能是历史上旧的安排 过去的安排 现在已经发生改变了 我们频道做预言解读时曾多次说过 现在是人类最特殊的历史时刻 所有的预言到了今天这个时刻 都已经发生改变了 都不准了 因为有大圣人在这个特殊时期 在大劫难中救度世人 所以预言到了今天 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解读预言时 发现一个现象 所有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些精准预言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刻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几乎全部营严 都是准的 但一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后 有的地方就开始不准了 发生改变了 所以 这场战争已经被改变了 中共是无法攻下台湾的 它不可能有这个能力霸占台湾 如果它真会发动战争的话 那它就会在这过程中倒台 红侠为白云争 中共崇尚血腥的红色 把中国搞得一片红 红侠指中共 台湾中华民国使用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白云指台湾 红侠聚集白云争腾 前面说到 中共可能要攻打台湾 那这句承接上句就是指 两岸剑拔弩张 战争激烈 落花流水两无情 四海水中皆赤色 这句承接前面两句 指战争的残酷 凄惨 以及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参战 使战争规模扩大 形成新的一场世界大战 殃及四海 当然 前面说了 这个事情已经被改变了 中共不可能打下台湾 这场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 白骨如秋满钢铃 向江玉兔见东升 白骨如秋满钢铃 指死人无数 遍地石骨 堆积如山 非常的凄惨 也就是人类的大截难 大淘汰到来了 向江玉兔见东升 指的是 有在兔年出生于中国的大圣人 此时救度世人于大截之中 古今中外的各种预言 都同时指明 现在是人类大截难时期 除大瘟疫以外呢 还有各种大灾难 一起降临 如战争 大饥荒 大洪水 等等 死人无数 这个预言中 所指的由中共侵台 所引发的世界大战 可能是大截难的一种 另外呢 几乎所有预言 也都同时指明 在人类大截难期间 有出生于中国吉林省 姓李 并且出生于兔年的大圣人 会在此时 救度世人于大截中 引导人类进入 无比美好 而光明的未来 请参见我们频道前面的 刘伯温三大语言全解密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盖棺定 公嘴分 在各种古老的宗教中 都有末日大审判的说法 说世界末日时 神会出现 死者将复生 所有人都将面临着宇宙的大审判 承担自己所做的一切 有的人会得永生 拥有光明 幸福的未来 而有的人则会 下地狱毁灭 没有未来 预言中说的人类大劫难 也就是宗教中说的 世界末日 大劫过后 将会有宇宙的大审判 审判所有生命 能否有资格进入 全新的宇宙未来 茫茫海宇建成平 百年大势浑如梦 大劫过后 天下就太平了 人类进入美好的未来 从不须大师降下预言 也就是光绪三十年 到预言的结束 也就是人类大劫难的结束 一共预言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势 就像一场梦一样 南朝金粉太平春 万里山河处处清 南朝指的是 宋、齐、梁、臣四朝 他们都建都南京 这里指 中共灭亡大劫过后 新的中国政权 可能重新在南京建都 到时天下太平 人类进入新的纪元 倒出一片新的景象 事与三分 有圣人出 玄色奇观 龙张其福 这个是指 大劫难过后 纠结的大圣人 会教化全人类 带领人类进入无比美好 而光明的未来 开创全新的宇宙新纪元 玄色奇观 龙张其福 是对救劫大圣人的 一观描述 根据这个描述 应该可以看到 进入未来的全新人类 将会回归传统 回归道德 天地复明 处置万物 四海欧歌 应受其福 大圣人救度众生于大劫中 大劫过后 世人又在大圣人的教化下 道德回升 进入全新的光明未来 那时 四海都在歌颂 感恩圣人的慈悲救度 与教化 天地万物都受到 大圣人的无边福德的庇护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 茫茫天树本难知 围在苍生感太虚 天树茫茫 未来是很难叫人知道的 唯有众生守住道义和良知 以诚挚的心感动上天 才能为自己选择 光明而美好的未来 最后一句 老僧不敢多饶舌 泄露天机恐被诛 这个不用多说 大家也能看懂了 这个老僧也就是指 不虚大师 他说 他自己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只能到此为止 唯恐不小心泄露的天机 说了不该说的 而被上天惩罚 好 不虚大师语言解读 到此结束 因为这首预言 是伏击时期降下来的 而降下预言的不虚大师 很可能是三界内的底线 所以层次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所知也是有限的 不一定那么准确 而且前面说了 古今中外的预言 到了今天这个特殊的时刻 一切都有变数 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所以仅供参考 但不会改变的是 中共是很快会倒台的 而且人类的大劫难 大淘汰也是会降临的 这是时间问题 但不会久 而平安度过劫难的方法 也是不变的 具体请看我们频道前面所做的预言解读 尤其是刘伯温的三大预言解读 请守护好道义和良知 远离中共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千万不要与它为伍 不要随它陪葬 好 不虚大师的预言就给大家解读完毕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